提起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,人们会脱口而出纽约、伦敦、巴黎,可是你知道吗?假如时光倒退。 古都的美誉,位列中国八大古都之一,可以说,北宋时期的东京汴梁,城市开封历史上最辉煌的一页。当时的开封堪称世界上最繁华的一座国际性大都市,从张宅端的名作清明上河图,终究可见一番。 可惜的是,1000年前那一座全球最大的都市,如今深埋在开封地下十米的黄土之中,由于历史上的黄河水患,在开封的地下依次叠压着六座古代城池,形成了城落城的天下奇观。 值得庆幸的是,肆虐的黄河并没有完全吞噬这一座千年古城,如今漫步在开封,我们依旧可以欣赏到开封铁塔、大象国寺、包公祠、延庆关、宇王台、樊塔等名胜古迹。 有趣的是,如今的开封虽然拥有五百万人口,号称中国优秀旅游城市,每年结代五千万游客,却被划分为一座四线城市,和千年之前的东京汴梁简直相差万里。 除了悠久的历史和诸多的古迹之外,开封还是一个美食之城,来开封旅游不品尝一下鲤鱼背面,可以说是一大汉式。 据说当年慈禧太后,都对这一道名菜赞不绝口,高兴地说,善后忘返。 从一零零零年前的全球第一大都市,到如今的四线城市,不知道你对八朝古都,开封的印象如何呢? 看更多,来微博,at背着女儿去旅行。